8月8号父亲节就快到了 吉安香公所为了表扬模范父亲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 专程聘请专业摄影团队 为受奖人预先拍摄父亲节表扬照片 而过程中也截取亲情的生活点滴 以及家庭记录 制作成110年吉安香父亲节纪念特辑 吉安香庄表示 每一位模范爸爸都是一名金牌举重选手 为我们举起一整个家 因此要送给最强金牌老爸一份最特别的纪念礼 也祝福全天下的老爸父亲节快乐 恭喜吉安香的爸爸您得到金牌咯 8月8号父亲节就快到了 吉安香公所为了表扬模范父亲与好人好事代表 在6号一早就专程聘起专业摄影团队 为乡内24位模范父亲及11位好人好事代表拍照合影留念 将制作成今年特辑为受奖者留下美好回忆 今年我们有24位的模范父亲 还有11位的好人好事代表 我相信在社会服务商链 不是工部门的服务 而是志工协力来做 所以11位的好人好事 也当刚起我们在社区邻里 作为一个模范服务的表征 当然在我们24位的模范父亲里面 我们献表扬的图春华 图大哥 也是我们在社区 在我们的健康站 在任何的一个地方 都为我们来服务的一位志工 所以我们相信 每一位在吉安香付出奉献心力的好人好事 跟我们的模范父亲们 真的非常的感谢 也祝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 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如期在8月8号 来举行爸爸姐的颁奖典礼 所以我们提早在8月6号 为爸爸留下了最重要的历史记录 因为你们每一位都是金牌老爸 我们在8月28 还是两个爸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让我们可以得以欢聚 为我们的爸爸们 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大致的东京奥运热潮 乡长游说真也感恩 每位称奇家庭的模范父亲 并亲自颁证金牌 用以表扬金牌老爸的殊荣 跟自证甜蜜的父亲结蛋糕 送上满满的祝福之意 记者徐提琴吉安香报道